什么呀 放开我 你姐找你很辛苦 你知不知道 你说什么呢 我不是安乐 我也没有两个姐姐 你还不承认 我看过你的人像画板 还有 你跟他们非亲非故的话 为什么要恨他们 我再告诉你两个好消息 安静的学籍 就要被取消了 安妮明天也要被判刑了 这两个欺负我 也欺负你的坏蛋 就要受到侠罚了 来 我来吧 我来喂 穿成这样我都认不出你了 是吗 平时那都是我师傅要求的 相当于我的工作服 今天我师傅给我放假 我想什么穿都可以 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告诉你 你不用上学吗 你父母呢 没人管你吗 你查户口呢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除非你娶了佳姐 做了我姐夫我就告诉你 我为什么觉得 你那么恨安静和安宁呢 为什么 我恨他们关你什么事啊 好了 姐夫 先不跟你说了 佳姐 我走了 每次你一来佳姐眼里 就只有你 你可要好好照顾我家姐 走了 乐乐 你就是安静和安宁 一直找的那个小妹妹安乐 喂 安乐 安乐 你干什么呀 你别 放开我 你姐找你很辛苦 你知不知道 你说什么呢 我不是安乐 我也没有两个姐姐 你还不承认 我看过你的人像画板 还有 你跟他们非亲非故的话 为什么要恨他们 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放开我 那好 我带你去见安静 如果他也说你不是安乐的话 我就放你走 你凭什么带我走啊 你再不放手我喊了 随便 救命啊 非礼啊 救命啊 快来人啊 快来抓次拉啊 你们非礼我 你怎么跟你二姐一个德行 别跟我来这一套 继续喊 喊破嗓子也没用的 喊 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小 我求求你们救救我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却拉得我不放 你们快救救我吧 那行 我现在就报警 让警察见你爸妈去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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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他 安乐 安静是我举报的 也是我督促教育厅的朋友调查的 笔记鉴定专家也是我推荐的 整个事情的彻查都是我促成的 哦 对了 我还是以你的名义举报的 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你说你不会举报安静的 你现在为什么 你怎么出事反而你 你也答应过我 你答应过我要跟安静一刀两断的 你做到了吗 信誉是双方给予的 是你先欺骗的我 先不尊重你对我的承诺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耍什么花样 更不要凭什么侥幸心理 我没有侥幸心理 小杨 好了 你别生气了 我知道 我这么做你肯定会恨我的 可是我是真心想跟你在一起 我才不能容忍你和安静这么藕断丝连 你只有跟他彻底断了 我们俩才能放心地在一起啊 行了吧 我听明白了 你放心吧 我不会再不失抬局了 好吗 我就要你十年 十年之后我就给你自由 你放心 我会为你这十年的青春买单的 我会给你足够的报酬 到时候你是想回到安静身边 还是想找其他女孩子 我都不干涉你 十年 乐乐 你别出来 出来我就走 乐乐 妈求你了 你回来吧 我真的是好想你啊 够了 这种废话你就别说了 我今天来是想问你 安妮出事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 是安静告诉我的 她还让我替她们姐妹保密 不能告诉她爸妈 那安妮明天案子出庭 你会去吗 我 我就不去了 没给大家心里添堵了 我看你还是去吧 顺便带上我的户口本 你 妈没懂你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安妮这个案子的证人 检察官叔叔说了 我还没有满十八岁 所以得带上户口本 证明身份 还得有监护人的陪同 所以我才回来找你的 证人 那你要出庭作证 对啊 是安静求你的吧 也是啊 她们毕竟是你的亲姐妹 你这个时候应该帮她们 那妈明天陪你一起去 我妈求你了 你做完证之后 能不能和妈一起回来 明天早上八点 我发院见 乐乐 哪儿 该是你怎么回事 那没用 带犯罪嫌疑人 你到家里 我根本能不要 你这样的事 我真的要把他 我记得了 你这样的事 来 我记得了 让他要索衣 你这样的事 我记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闭 杨家 杨家在受伤昏迷前 曾与她的干妹妹通过电话 在电话中 杨家明确提到了自己是被安静和安宁打伤的 并且是伤在了头部 杨家的干妹妹已经到庭 鉴于证人未成年 请法庭传证人与证人的监护人一起出庭 请求允许传证人出庭 这些钱哪儿来的哪儿来的 你管得着吗 快快快 放开我 小兔崽子 放开我 杨家的干妹妹是谁啊 她就是安乐 安乐 她怎么会帮着杨家来指正自己的亲姐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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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吧 我已经跟律师交代好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 洛洛 你是洛洛 洛洛 洛洛 真的是你吗 姐 她是洛洛 洛洛回来了 她终于回来了 你跟她子老大 怎么回事啊这是